大家好 今天是9月8日星期三 是9月份第六個交易點 市在9月份暫時來說 都有一個先低後高的形態 低位是1日25694點 高位暫時來說是6日早市的26560 即是今個月的波幅有866點 第一 形態雖然是一個先低後高的格局 但問題是成交今晚是跟不上 上個星期的成交金額 大部份都1700至1800億 但到今個星期一和二的成交金額 下降到1400多億 即市的動力不夠 動力不夠 大市的反彈步伐和勢頭 一定是受虧限 說到這件事 由8月20日的低位24581點開始的回升 其實直到現在這分鐘 只能夠定性為一個中期跌後的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最多就是反彈3至4個星期 你都是反彈的 反彈之後的大市到底整股 反覆還是怎樣情況呢 其實現在這分鐘是不知道的 當然最關鍵是成交金額 另外要看看的就是 這陣反彈直到現在這分鐘 兩例的都是只有騰訊 美團點平 港交所都不差 但問題是其他股品全部都是原地踏步的 所以技術上、形態上 是有機會進一步向上限 但我覺得暫時大家等一等 看看先比較好些